我們是在Facebook上面創立的一個團體 我們叫Ideal Day 就是搜尋我們可以搜尋得到 因為我們當初是屬於英文討論的社團 但是討論我們希望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創立Ideal Day這個社團 那我們主要已經辦過兩次活動 都主要是以提升社會大眾對於弱勢團體 或是環境議題的意識 所以我們第一次是為了兒童福利聯盟 為兒童募團所以辦了第一次的活動 然後第二次活動我們跟荒野保護協會合作之後 我們了解到有這次的議題 所以我們就跟著一次一起來 就是我們為什麼這個團體會一起來 這次活動的原因 你們為什麼想要保護這塊綠地 因為在我們做第二次活動的時候 我們找了很多有關台北市的綠地 發現其實台北市真正屬於綠地的地方不太多 那我們希望就是 因為很多外國朋友會啦 然後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台北市好像不太多綠地 跟他們有些國家比起來 那就會讓我們有些意識 有些台灣人會意識到說 我們是不是需要保護更多有關在台灣 或是不可能在台北市其他地方的綠地 然後能夠讓他們就是 很好就是持續下去 而不是被改建成其他的建築 那你們現在已經發現 有多少台北的綠地要被變成這樣 我們還不是很清楚 因為那個是跟荒野合作之後 才知道這個訊息 那其實還會再繼續去搜尋 然後剛剛有一個外國朋友跟我們提說 就是他們有些朋友 也是在做這相關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在台灣 也是在想辦法將綠地 就是持續的發展下去的 那我們就會繼續的去 去follow這些不同的訊息 然後去看能不能 以後再多做一些活動 去提升不同的意思 那請問一下 我們廣執博愛院有6.4公頃 原來有756顆的老樹 那它政府的BOT案 原來說只有5顆老樹要保護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政府已經把這個合約片面解約 那請問你一下 我去做這個公聽會的時候 這個王洪威議員說 只能當地里民可以發言 其他的就不歡迎 你對這樣的一個想法 你有什麼一個感想 如果說一塊綠地 只能周邊的里可以發言 你對這樣的想法是怎麼樣 這些外國朋友來到這兒 肯定會被這個 我們那個廣執BOT案的 周邊的民眾給轟出去 你怎麼樣想法 這種東西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去講 因為我不是像您們這樣 是參與在其中的 真正了解他的感覺 但是我只能回答的是 就是有關 只有當地里民可以進入去發言 這種事情其實有點不太合理 因為其實綠地不是只屬於那個地方的 就像大安生命公園不只是屬於大安區 前陣子也有一堆 有穆斯林人他們在那邊辦他們的過年 他是屬於綠地是屬於大家的 所以那個意見應該是由大家 這個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提供他自己的意見 有關那個綠地的去或是領 而不是只是僅限於當地里民 主要是覺得是這樣 OK 好 非常謝謝你 因為你剛剛說有外國朋友 也關心這 那我在想說 以我們這個議員跟里長他們的意見 看到外面的人 他們就覺得說你們是 對啊 我就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不是非常合理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